今晚請到嘉賓紀圖 他是香港出名的漫畫師 專門研究一些古靈精怪 那些找不到的 魔怪、神秘學、UFO太空人 每樣都精通 又是電影的批評家和職業編劇 有沒有拍過片? 有沒有做過導演? 成月動畫郎就有做導演 香港第一部電視動畫 當時我們是董事長 請了石少明和我幫忙 他找了你設計的IQ博士和YY 拍姐你也看過了 其他的設計 其他是北京、上海、深圳的動畫師 有整個動畫廠 另外有無線的編劇 是整個編劇組的 張華錶做編審 但當時沒有那麼多鬼怪說 要不是 如果我們說鬼怪就精彩了 不過都會碰到鬼怪的 是嗎? 例如《杯公蛇影》 那些都有講的 但是一定有林助漢先生 有好幾個 就要檢查我們的成語故事 他寫得多不多題 如果不多題就不可以 要改的 很嚴謹 整隊隊有三個教授 是呀 你去最終查看 因為電視台的製作 如果成語故事有問題 就不能播出 是呀 搞壞小孩 這個不行的 立即有投訴訊 最後我們就把它變成漫畫書 是呀 小孩賣的 這是很生意的 但現在這種有教育 有娛樂的 電視劇 這些電視劇 適微了 其實有一個難度 因為當時的製作費也不便宜 是呀 那幾分鐘很重疲 不過就很開心 因為到今時今日 有很多小學生 甚至有很多學校 都問了一個版權 在學校製作一個 是嗎 是呀 有的 做一個介紹 哦 這是什麼聲音 哦 他們 不是我們聲音 不理他了 我們照做網台不理他 你可以拿走他的 不理他 先拿走他的 有證明是Live 是 還有一個問題 今天想談 就是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說鬼 有很多鬼的故事 香港叫Urban Legend 都市傳聞 都市傳聞 這些遇鬼故事 就不是我們這個節目 想說的 我想說什麼呢 真是各式各樣的鬼 在宗教上 在民間傳聞上的鬼 有一晚我和你們倆聊天 很投機 原來世界上有很多鬼 例如先說佛教的鬼 佛教也有很多鬼 初初我以為佛教沒有鬼 原來有鬼 在什麼佛經裡面看到 有不少 因為他簡直有一個經 很出名的 在墓裡找一個鬼 出來 佛陀有和他溝通 佛陀有溝通 佛陀溝通 現在是在印度 在印度 《靈驗經》在中國 差不多是唐朝 是後過元莊大師的翻譯的經 差不多在武則天 那時期的 翻譯的《靈驗經》 提出了很多鬼怪 除了鬼怪之外 有先人 先都有層次 佛教 鬼也有很多種不同的鬼 但他最專注說 人們會經常面對魔 尤其是 他有一個最經典 叫五十陰魔 他那五十陰魔 也是在佛學中說 適受傷痕 適依五樣 每個分十類 就是這些魔 就是這些魔 對 有時修痕 就是把你的體內 一種魔的意識 如何脫走 去到最入 就是那個 最後的那個 都是越來越難 有些是天魔 做了很多這些分類 我曾經看過一個故事 講述佛祖修煉的時候 魔王 波遜 波遜 直接走去 玩他 搞他 還有他三個女兒 還有三個妖女 是妖女 是妖女 因為人有幾樣東西 很難抵抗 痛餓也難抵抗 性慾也難抵抗 男人來說 女人的勾引也很難抵抗 在佛經裡說 佛陀 在這三個妖女 那個什麼 裡面 他 那三個妖女 是很厲害的 因為波遜 是天魔 對 這個差不多是 魔中之魔 因為天魔 在那一刻 佛陀 已經離開了大森林 做苦行的時期 就在佛弟書 在那裏修行 然後到最後的階段 就有波遜王 天魔 就出現了 是否特意在他快成功的時候 想破壞他 他屬於那個 最後面的意識 那個是心魔最入的天魔 後來這個波遜 受到他的感染 也解決了他的魔性問題 他的波遜被佛陀解決出來 首先都要解釋一下 首先都要講講 其實佛陀為何會有這麼大成就 譬如說 譬如耶穌基督 他是神子 天上下來的 印度的意識是天上下來的 印度 你說一些再高層次的 譬如是Krisla Krisla 又是一種天神的化身 他有很多相 對 我當時有看過他 有很多印度的畫畫Krisla 每幅畫都有一個故事 非常有趣 他在印度教的是大神 大神 他基本上的地位 和梵天都差不多 差不多 他是化身 被濕奴有十個化身之間 他佛陀在那個時期 他本身是一個人種 他是釋迦族的王子 是一個人類的 就是用他的修行 和梵 越來越去到高層次 所以他由人的基礎 變成梵 是後來超越了神 因為他到了後期傳道的時候 曾經 那個叫做梵天 梵天 是呀 他也是在那個 那個叫做靈袖風 那時期 他也有下來 就說 我做你們出來的 為什麼你可以去到這麼高層次呢 這裡要解釋一下 因為在耶教 就是上帝創造天地 這是物質世界 物質世界 但是呢 在佛教和印度教 就是梵天創造世界 都是物質世界 這叫做大梵天 但是之前在他之上 更有大的神 我們現在用科學觀來說 可能大家會容易明白 即是說 我們現在好科學家都看到 物質世界裡面 現在有叫做Dark Matter 暗黑物質 這是另一種宇宙的層面 不是物質的層面 但是他再深層次 在佛學那裡 都提及 意識是很重要的 是 他說 有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從意識這個層面 去明白這個世界 你會發覺有天外有天 是的 在物質世界的外面 都還有很多世界 有些完全沒有物質 只有光的世界 都有 那叫色界 我們那個叫做肉界 但是這個色界 再深入一點的時候 就有一個叫無色界 連光也沒有 但是他有想法 有意識 有心 在佛陀那時候 當他遇悟了之後 他是穿越了所有的空間 所以你會看 有時候佛經裡面 我們用一個叫做 非碟學的理研究 有幾個是天外理的 裡面找到很多資料 就是將他分析來講 都可以變成非碟學的一種研究方向 但是你剛才說的 那個大魔 大魔頭 是波蜘 波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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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蜘是一個什麼 性質的大魔頭 如果在佛學 靈嚴經裡面所講的 五十音魔裡面 就是去到最心底的裡面 他說 原來我們人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雜性 雜性就是 有時候我們那些 叫基因裡面的一些記憶 有些不是我們自己想的 那些記憶 有些是我們身體裡面 原來我們的基因 它都有一些叫沉睡的意識 但是當你解開這些意識 你可以用這個叫色授想痕色 這個東西逐步深入去 但是去到波蜘 或者波蜘 這個天魔的時候 就已經去到那個 如果是佛陀的弟子裡面 就是那個家業大師 他們都會觸及到的 這種魔性 因為他們已經 好像那個家業大師 當他做佛陀的弟子的時候 他都已經是一個大的修憾者 但是他還有很多很多 魔性 魔性 如果那個魔性是怎樣的呢 比如我想事情 即是明天我就會得到的了 我很開心 原來這個也是魔性 對 因為你有時間 對 你很想 你想去達成 這個就是金剛經裡面說的 而波蜘的世界就是 你的想法 有Semi的偏差 Semi的偏差 他就說 你都已經變成了他們的子女 魔王的子女 對 魔王的捐屬 所以他去到最後那個 色魔 即是最後那個十個階段 就是最難去解決的 有時候你自己想事情 我說我什麼都不要想 但是你有一點點意念 那個也是一種魔性 如果你去到很寧靜 很定的 那那個 即是禪定 禪定其實都沒有去到那裡 禪定就去到那裡 差不多接近無色界的階段 所以你會看到佛陀那種心魂 很辛苦 去到最深的那個 那這些 這些天魔 很簡單 你只要你一想事情的時候 你自己的想事情 你不得正的話 很容易就變成他們的 有機所可持 那這個波旬呢 波遜呢 這個魔性 為什麼是最大的魔頭呢 他是不是真的害人之心 或者是色慾之心 是最厲害的呢 這個他最主要呢 即是當佛陀呢 即是他三十幾歲的時候 他悟悟的時候 他就不斷有很多經歷 而亦都同時 他就找回到很多他自己的 以前的經歷的意識 所以那個本身經裡面 也有講到 有很多 原來佛陀他能夠得道 原來他前身 就經歷了很多世 有很多個經驗 變成了一個佛 一個古佛 然後就是去到現在 這個佛陀的那個 即是得道的那個時刻 這個經歷裡面 他就是裡面牽涉到 原來我們整個物質宇宙的那個起源 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識 以及他的經驗的聚集 這個呢 這個呢 都不能講那麼多 三言兩義 講出來的時候 就說 經歷了那個漫長的那個階段 就致來到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所以當我們就現在 在這一世裡面 我們去想 我們去看的世界那時候 原來很有因果關係 一定有 在十二因緣那裡 就碰到 譬如有些事 就我們用那個 叫做理智的判斷 可以判斷得到的 但是有些 你會發覺 判斷不了的 為什麼我喜歡喝酒呢 這個是習慣來的 為什麼有這種習慣呢 為什麼有這種習慣呢 原來你前身 前身可能就是做酒的 或者你有種感情 跟酒有關 你放不下 但是你已經忘記了 但是在你那個叫老海中裡面 這個記憶 其實跟你都是有一個關聯 用這個叫做 簡單的說法 來去碰一碰這個範疇 因為當他去到天魔的時候 也有很多大師 其實西方也是 西方有很多那些信徒 尤其是清教徒 他到了一個階段 就發覺 他的那個 原本學習的那些信條 都幫助不了他 而有很多事情 純粹他自己 裡面的一種 的經歷 以及他身體裡面的 那些意識 發出來 對 那一刻那時候 就是一個最大的難關 他自己控制不了 會的 在西方那裡 這個都可以做一個舉例 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人說 研究 為什麼會有些叫魔真的出現 有些高人 或者有些清教徒 或者有很多信徒 他去得很徹底 很投入 他手的信條 可能去得很盡 但是他去到某個階段 那個位置 就等於東方 或者金剛經裡面的 那個家業的專者 他面對那個問題 他差一步就跳過去了 但是那一步 原來沒有人幫到你 是要靠你自己的 那個修行 那種寧靜 每個人都要靠自己 那種東西去走 所以他在金剛經 他也說 佛陀都說 你用我的方法去走 好像等於坐一艘船 就過了那個河 但是你上山 你幹嘛揹上我的船上山呢 放下船 即是說 那一刻 如果你不放下我教你的東西 你就是很 拿著船上山 還是很沉重的 那我的教條 就變成了你的父女 去到那一刻 麻煩你 遇佛是佛 你放下我的東西 你自己走上山 這個 在西方 都說 其實 都是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這個大魔頭 這些魔性 是 用人間的價值來說 是不是很殘酷呢 殘酷啊 很殘酷 色界的時候 全是光 光的意識 就比較善性 肉界裡面 都有魔的 有魔的 就是偏差的 所以波波蠢 都不算是最高級的魔王 所以他後來佛陀都點爆了一句 如果他相繼之下 都是在那個叫做肉界裡面 因為他有貪 他有妒忌 有妒忌 所以他在那一刻 他就是妒忌佛陀去到那個境界 所以他要玩 你怎會過到我的那關呢 我給你一個難關 我自己親身守住 三個美女來 適有他 我們看經就不太入 但我們有看過 貝托魯奇的那部 Nit to Buddha 那裡的三個美女 真的很美女 身材也好 勾引佛陀 但佛陀那時候 有一條大蛇 那個莫夫勒加 都是印度的大神 就是護著他 而佛陀就是無厭 在那一刻是無私慮 即是叫Minninus 不是Minninus 不是Minninus 即是完全是無私慮 無在意 你怎樣來勾引我的時候 他也是很寧靜 沒有任何的反應 有反應就死了 你憎恨他 都死了 憎恨他 都是中了他 都是給他的魔性 吸了力 所以在波陀的天魔裡面 都是屬於肉界的 四天王 或者四利天之間 夜魔天 那些魔王 剛才說到魔王 佛教有鬼 我聽聞過有很多種 有一種富貴鬼 那些鬼不像我們日常生活 接觸到的那些 佛教有一種 那些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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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害人的機會不大 因為他怕人的 但是你要安排他 有些制製 譬如燒衣 譬如給他一些東西吃 他可能吃不到 但他的意識很想吃 有貪欲 給他那種偉藉 其實都是幫了他 都是一個功德 但是另外一種 就是富貴鬼 他根本在山林那裡 或者野生 但是他完全不需要你制製 他本身富貴 會的 佛教有這種特別的鬼 有的 還有這些就是真的鬼 真的鬼 因為我曾經有問過 一位密宗的靈波車 在不丹尼的靈波車 我說香港是不是很多鬼 那些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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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他真的觸及到那些鬼 可能是一些死去的人 或動物的殘留記憶的意識 他說那些不是很恐怖的 他說他們有時候 好像剛才說山林的鬼 可能他的歷史是比人更加古老 還比人更早 從來未出現的時候 他已經存在 有的 存在 他已經等同於 可能就是 或者是耶和華 叫他去做 做物種的 那個 falling angel 那些鬼 那些鬼 基本上 他們在佛經來說 都是偏入了 叫非人 的那邊 因為他沒有做過 人的經驗 從來未見過 對 也未曾寄身在物體 現在我們經常有的觀念 就是說 那個人死了就是鬼 但他原來未做過的人 也未死過 是他未死過 但他是一種意識 很強的意識 但是他就一 一是存在 在世界 在宇宙上 他就是鬼 是 很厲害的鬼 因為他是超越了物質的世界 他是 我們說是spirit 是的 我們經常都說 廣東話 Grad 很Grad 不是我們說的普通鬼 就是遠古的鬼 這個字有寫的 是 鬼字下的字 就是Grad 就是這個字 有這個字 你一提到佛經的鬼 其實靈嚴經 他講的叫十鬼類 我唸一唸一唸 那十鬼類就有什麼 叫怪鬼 這個是什麼鬼 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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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這是漢拔的拔 是 也是 中國說 殭屍之源 就是漢拔 就是這個拔 有些木性的 樹木 當然是抹鬼 還有一個叫古毒鬼 這個叫例鬼 惡鬼 惡鬼 剛才你也說了惡鬼 惡鬼 惡鬼 就是這個惡鬼 還有一個夢魘的染鬼 是 一個網兩鬼 網兩鬼 就是在山林 就來又去 他都沒有 不知道在哪裡 歸宿 有時候會寄身 在動物那裡 但是他不用寄身 另外一個叫逆屎鬼 就是他會驅使別人 做一個叫傳送鬼 這十種叫古鬼 這些有很多鬼 他分分鐘 不用寄身 在物質世界那裡 但是他有很多能力 西方很多時候 有時候會說 西方捉鬼的人 有時候會說 他碰魔鬼 還有 譬如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西方捉鬼的人 就說他的名字 中文也是 其實中文也是 在這個 守神記裡面 也有的 就記載了 就說 當時 進去深山大野 很多時候 你會遇到這些 山精鬼怪 你要知道 那隻東西 是叫什麼名字 不是那麼容易 唸了幾百隻 他為什麼不容易 我還未找到一個 終極的答案 但是 他應該也有一個典故 或者有些 可能研究神學的人 他也會知道 就是 原來 我們現在所說 很多記載的鬼的名字 我們可以修復到他的名字 就是因為他已經有個名字 但是 那個有名字 有時候 如果是阿當 在伊甸園的時候 上帝叫他去改名的那些物種 那些名字 就是最有認受性的 明正言順 但是 為什麼那時候 有些天使 他就是 新了一種妒忌心 就說 我做過那些物體出來 為什麼我沒得定名字 而你找到阿當尼去定 他有這種心 他就變成了 Falling Angel 而且這個Falling Angel 就是等於 剛才所說的 那種鬼類的心 就是這個 希伯萊的鬼 跟印度的鬼 跟中國傳來的鬼 都有個 有個物諾 有個物諾 是不是相同 我們都要印證 但是物諾 就很清晰 他講到 這些鬼 就不是名正言順 但是他們自己 說了一個名字 給自己 自己起名字 是啊 那他自己起名字 這些名字就沒有認受性 但是 就已經被 後代的人 就知道了 就把他的名字 就把他的名字 即使你那本 有什麼鬼怪 他裡面有很多名字 那些鬼 你認到一個型 而你說到他的名字 他會害怕你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名字 他沒有認受性 不是名正言順 哦 所以他自己 還沒拿到一個 宇宙給的名字 對 宇宙用得很好 因為他最重要 當阿當去改這個名字 就是他見到 那個物種出來 即是有光在那裡 他見到那時候 他和這個名字 就有神光照著 而是 這個物種確實存在 然後他給他一個名字 因為神的用的聲音 其實我們未必 那麼容易聽得到的 那個叫Vorba 但是阿當 他開始 他用一個 叫肉身 可以說出來的 那個叫Scribta Scribta 那些 是聽得到的 流傳得到的 所以那裡的名字 就名正言順出來 魔鬼最大的問題 這個就是最近 他那個叫Conjuning 那些戲 那個家族 他們對這個 很熟悉 那套戲 就是 合得到那個 魔鬼的名字 合得到的名字 那隻鬼 馬上就散了 他有這個典故 耶穌 耶穌當年 驅鬼 都是要說出那個鬼的名字 耶穌說的 他更加害怕 因為他講的時候 他的語言是有光的 因為他是 他是神的 造物者 耶穌說 第一樣 這個世界第一樣 就是光 而這個光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 一個叫 普通光不同 他是神的光 靈光 靈光 所以他裡面 你會看到 有時候我們研究的 鬼的文化 裡面 他有一個系統在那裡 那個系統 如果你沒有偏差 而且你不斷去找 你找到這種源流在那裡 你就會發覺 你就認識這個 很有價值 不要這麼害怕 他 原來他是有文化在那裡 現在你說的是西方 希伯萊 野教的鬼 即是說 他跟佛經說的鬼 其實也有相近 有相近 有相近 因為他主要 一個最大的 你如果說 分歧 最大的分歧 反而不是佛教 和西方的那種 或者他裡面的 遠古傳說 或者是宗教的分歧 反而如果你說 東方的 道教之前 還有元皇教 或是竹游 那些 竹游我們記錄得太少 現在留下都是十三科 還有十三科 但是他裡面 對於一種 靈物 或者鬼的研究 都有一個系統 不過很可惜 我們就不容易找到 那些典籍 能夠找到 那些我們都會認識 發覺都相當之多 但是當你研究的時候 你把東方和西方 做一個整合 我們今時今日去看的時候 你找到整個文化發展的系統出來 所以有這個好的價值 這個呢 要解釋一下竹游科 這個竹游科 是道教 一個分支 但是這個很神秘的分支 他是負責 英文叫 Deal with Ghost 跟鬼怪交易 跟他較量 或者跟他接觸 這個竹游科 現在我們說 貼符 或者 治病 治病 燒了一條符 鎮鬼 什麼什麼 什麼 五鬼推 運財 五鬼運財 我們這裏 是 這裏 這個中西都有 是 就是 逆鬼 叫逆鬼 叫逆鬼 逆鬼 就是將這個鬼 當奴役 當是 服人 一樣 照了它之後 幫你手做事 是啊 這裏都是竹游科 其中留下的東西 但竹游科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 因為失傳 剛才你說的只有十三科 在漢朝時的動教 可能是留下這種有用的科目 多數都是自病、驅邪等 不過我有一些妒忌 你去過茅山、龍虎山 茅山和龍虎山的道家是更遠古的 除了道教的出現之前 有很多粥油的文化都流傳了下來 沒錯,你實在考察過 中國最早上去茅山 在江蘇省一個小的院裡 很多人都說茅山、茅山術 他都不知道茅山是哪裏 我去過 這個茅山當年是三茅 三個兄弟姓茅 上了一個山開狠 變成第一個道家的福地 即是我們現在用日常的語言 即是聖地 其中一科是竹尤科 一個大派的臨傳 大派的臨傳 正一派 正一 正一 雖然人 正一 有這些意思 正一就是這個派的原來的名字 當然現在已經把竹尤科 因為他不能夠發揚光大 變成其他的道教思想 會發揚光大 譬如煉仙 譬如煉丹 煉丹 長生 還有一些移軌 那些移軌 即是驅窩 打潮 治水 那些 或者替那些死了的祖先 安息他 如果他不能去投胎 道教也能投胎 有的 幫他忙 或者他陷於苦海 因為道教也能陷苦 有另一個王泉空間 地府 他不像佛教那樣 設置了很多地獄 基本上 因為佛教那個 你可以說佛教那個 2500年 當時做了一個大的整合 他裡面 跟著傳來中國 有很多都融合出來 但不是全部 因為當一講到 譬如你所研究的茅山 或龍虎山 裡面我們會相信 祝柔科 跟我們中國遠古的元王術 以及東北的 東古詩的薩門 都有一種淵源 是一種原始的宗教 但它流下來時 並不是只有一個 德國說的字 它是有作用的 全都有作用 整體來說 它可以變成一種術 是流傳的 有作用的術 那麼隨福呢 大家都在留言 是 去了先台 去日本的先台 帶了三千同男同女 去日本就發展了 變成日本的歷史 這是一個先的方法 因為最早的道教本來是革命的 是 這個 張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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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兄弟也是在搞事 是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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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在徒經典 裡面呢 創立了一個道教 那你知原來 一個人類 沒有一個宗教 將這個意識形態 接合 是很難 每個都是為自己的 尤其是種族 是 沒有一個信仰 沒有一個單單信仰 很難 全部融合了這麼多人 那是核心的問題,信仰不是德國說字,原來是有功能的 譬如有疫病和疫症,可以幫你消除 或者有治水,當時這個也很重要 治水的時候真的能做得到,或者能借到東風 如果用現在來解釋,很多人說是天文地理的形式 那些人很聰明,就變成了對天文地理有一種 他懂得方術 預測和體會 譬如我們現在要靠科學或人造衛星,看到風向 或者什麼時候下雨,什麼時候打風 在那時候是全靠玉眼 那是很神奇的 還有一些靈感 不知道為何他有一種能力,看通了 他這個東西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們用神秘學的角度來講 我們簡單來說就是知情人士 天地是有情的 他去到有一刻,譬如那裡這麼悍災 他就接觸到天地之情 因為那些人可能是貪心 他這個叫知情人士 他有一種叫直觀 這些人懂得直觀 他有所體會和意會 第三句是什麼呢? 心領神會 心領神會 這句是唯一可以用來理解 可能裡面有很多內容 心領神會 心領神會 他要做這些時候 其實他是借了這些叫天璣 他有借要有還 要還嗎? 要還嗎? 怎麼還呢? 我不知道 總之你要講一個 因為這是一個定律 因為如果那裡是悍災 其實是天意 天意為何要悍災呢? 可能要洗一種恩果 如果你去幫他的時候 他要很大的一種力量 和一種談判 等同於你借了他的一種東西 跟他談了之後 借了他的一些力量 改善了一個地方 他就是要還給他的 第一可能就是那個術士 還給他 第二就是叫這些居民還給他 即是說 因為那裡的人都貪心 你不要那麼貪心 即是教化 你用這些東西來還給他 宗教的教化 即是說 那些所謂方氏 現在我們不要用術士 用方氏 其實呢 他都有一個社會站 是 獨特的建立 有獨特的主宰性 是啊 等到那個地區 可以回到正軌 是啊 所以當你去研究這些 例如妖魔鬼怪 無論是東方或西方 有一種叫做都很正統的 但是那種正統學 他又不是很公開 在傳媒那裡 就這樣叫 你拿去用吧 因為他裡面牽涉到 有很多細節的 或是熟的問題 方法的問題 他其實不太慫恿你 即是一個普通人 你什麼都不懂 你可能有時候好奇 想學的時候 他也有時候會擔心 你可能有程度的問題 你學了不好的 或者走火入魔 會 這個最關鍵 我想就是 最好講的就是 你講玩蝶仙 可以做舉例 是的 這個已經下來了 一日常生活裡面 很多人喜歡玩蝶仙 那一次呢 我又一次就 去做一個演講 是 就講這個希臘人的 after life 就是死亡之後的 世界 那次你不在這 我講完之後 見過那些中音新的世界 他是 希臘人跟 這個印度人 和藏族不同 他呢 有一艘船去 Infernal 沒錯 三條 三條 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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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塞那個 銀 在船夫 是呀 船夫 不撐你 你活該 你活該 過了 在那個地方 都還是分派 不講這個 那時候 他們想了一個地圖 有一個陰間地圖 是 之後呢 就有個大師呢 就 作 就 玩了一件事 就叫做 蝶仙 是 他們那些叫 字盆 是呀 然後呢 就怎樣捉呢 之後呢 在那裏就有一些 比較 原妙的東西出現 是 那些人呢 還可以問問 這個蝶仙的東西 那我一看 設定 我知道 我不應該在這裏 但這個不應該在這裏 就不是我 有人說的 心裏面有一種感受 這叫做意會 意會 我感受到 如果 我得在這裏 他是請不到的 是進不來的 會的 不是我的法力 不是等 而是 是不合 大家不合 明白 會的 無謂搞到人家那天 那晚呢 慶智勃勃 很多 善信呢 就準備問問 那 於是 我就說 早點 那你沒有參與那個問 但有一件事 因為我最近 有那套 叫做 《Controlling》第二集 都是說他們 玩那種 鬼佬碟仙 弄出來的時候 但你知道 那部電影 有趣 那部電影 變成了 中學生都可以看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 是不給看的 應該要過了16歲之後 才可以看的 但因為 現在 在西方 也有很多 年輕人 喜歡玩這件事 等於我們香港 也有很多人 玩蝶仙 原來 有些 如果你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他就會有些事情 就觸犯了 因為 那部電影 裡面 現實的人物 那個媽媽 現在還在 那個女主角 現在還在 她的孫 也是現在做了她的傳人 她也有提過 她很善意 提過 玩蝶仙 也有一個 你要認識 第一 她告訴你 你最好不要玩 第二 如果你玩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住 很簡單 第一 當你去問的時候 你不要用一種 邀請的語氣 來溝通 你想跟你聊天 如果你願意 你回應我 這樣就叫一個邀請 當你這個邀請 叫二請難送 西方都害怕 西方都跟中間一樣 中間有個名句 叫做 屎亨三菇 嚴請難送 這是子菇 很多 請蝶仙 請鬼 請子菇 子菇最麻煩 就是 來了不肯走 是啊 這個 很關鍵 這個 我想 子菇你也只有心領神會 先走 因為他們這樣請 或者那個規矩 他未必會這麼了解 你請那個 或者你想找一個 過去的親人 你以為那個是你的親人 原來不是 原來是 屎亨三菇 或者 柔魂在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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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來趁熱鬧 是 鬼都一樣趁熱鬧 是啊 我動到 我就動給你看 你以為 今次請我的姑媽來了 是啊 姑媽真的來到 到了 當你問他 他會答到 你說肯成的 為什麼呢 他回答到你的媽媽 是啊 他回答到你的媽媽 但不代表他 真是你的姑媽 是啊 這個最關鍵 那個專家 即是 他的家人 那個孫 他有跟我們說 他就說 最害怕就是 你請到 這些鬼都不太麻煩 因為這些 可能一個普通的 那些都立即會 想走 最害怕 你會遇到 一些 類似 魔鬼 剛才說的 是非人 基本上 他根本可以控制到 物質 那些人 那種靈 那種靈 當你叫他來 那部電影 在英國 七十年代 那件事件 那個靈 就是魔鬼 即是 他是非人 基本上 他根本是一種 仕徒 以前的魔鬼 所以他扮成 那個姑娘 對 所以那個第三集 會出現 因為那個故事 還有下文 因為在真實的 七十年代 原來 那個戲裡面 他拍到那個階段 還有一個下文 因為後來還有一個 叫德國來的 一個靈學家 要再補一補 至緣 在戲裡面 他提供了一部分 而且他也很強調 當你玩這一類 好像蝶仙 或者是那些 字盤 那些時候 你要能夠 教你 那樣的最關鍵 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 不是修行的人 或者是普通人 或者沒有那種 叫做方氏的人 你請這些靈魂來的時候 你不要用邀請魚 因為你用邀請魚的時候 如果這些靈魂 他就會有機可食 他更麻煩過 三姑 更麻煩過中國的 字盤三姑 這個又是很奇妙 又相對 在講殭屍 講這個vampire vampire vampire 遊戲規則 就是說 如果vampire 要進你家 你必定要邀請他 要不然 他不能進你家一步 門口的框 就是阻止了他 你要邀請他 請你進來 或者准許你進來 他vampire 才可以超越了門檻 入到你的房間 入到你的房間 入到你的房間之後 就為所欲為 那時候你趕走 趕不到了 這個 原來你會發覺 在這種興趣上玩的時候 原來他有一個規矩 這種規矩 如果你不知道 那時候 就有時候會做出一個 叫做 大頭佛 真的搞出一個 大頭佛 搞出一個大頭佛 所以裡面有一種 知識 當時 以前 那些人不是很亂 玩的 一知道請這些 他可能會找一個 師傅來幫他請 現在那些小孩子 聽到那些小孩子 可能是好奇 玩一個這樣的遊戲 看看靚不靚 他的全心都是玩的 但他不知道 玩玩一下 就玩出一個禍 這個 就會知道 好像只有你這裏 可以說到 說到 因為他裏面有學問 這個韓文原來是遠古 就流了下來 有很多時候 就有些 例如有些 例如有些 方士 或者懂這種術的人 他不會隨便傳出去 因為那個不是一種遊戲 一種是溝通的方式 他們是很認真的 不當是一種玩 因為他 這個東西是易請難送的 這是一種規矩 所以你不要隨便請一個靈性出來 你說得對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西方就有一個叫做 請神術 是呀 這個就是 夜晚一刻 就有些 色彩的人 是歷史事件來的 是呀 這樣就很 收錢的 就有一班 這樣的 有錢人 有錢太太 就圍坐了一個 家裡 神志學會 神志學會 沒錯 就是大家 手加手 招靈 就是招靈 招靈 招靈會 但這個招靈會 一定要中間有一個 是認識的人 是 跟你做這個手術 做這個 不是手術 不是手術 整個過程 招靈的過程 招靈過程 有些甚至乎 整班人一起升起 是呀 現在的相片 是沒有解釋到 那時候的招靈會 為何會使得 將招靈會 升上去 那時候 神志學會 他用了一個 很確實的 一種術來的 而那種術 他也記下了 文獻 相片也有 拍出來 除了那個東西之外 他也拍到一些 靈體的樣子 那就是另一個 就是把靈體化成 像佛布膠一樣 在鼻、耳、嘴、嘴裡 套出來 是 在拍照 就 記錄到下去 一會兒就沒有了 是呀 還有 最離奇 我有幾張相片 看到 在那些舖裏 出現人的相 是 是 拍到出來 是 還有一個 就是 那時候 他也是 神志學會 那些 就是 用一個 大的 石膏納 有一些鬼 就放了他的手 然後 又打了一個印 印了他的手 又打了一個印出來 現在也解釋不到 解釋不到 但他那個 就用了一種很科學的方法 因為當時 唯物論者 覆蓋整個西方社會 唯心學的 說 我們對靈性 都不要忽量 做了這些 招靈的實驗 他留下了很多 這些書 這些文件 其實中藝本都有 如果你想研究 這種文化 這些就比較實際 具體的 一種文件 但是呢 後來呢 到了 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初 就 這種 這樣的 我們說 方術 在西方 慢慢就 色微 是啊 一經不起 那個叫做科學的 那個考驗 因為 那些科學家很喜歡 就是和你做實驗 每一次 就叫你 這些人來做實驗 他就找 特別的儀器 來檢查你 但是 一檢查 就 沒有法子顯示 那個神靈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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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的量度 那這個是不是有假呢 他不是他直至近期 這個就不是我的範疇 我來時介紹給你 你也認識 蘇博士 蘇博士 所以我見到他 我在香港大學 那個地下 見到他 他現在跟美國和其他科學家 做了一個科學的燭櫃袋 真的 他現在用過新的科技 現在的科技研究 有一些儀器 真的可以看到 在一些常常有靈魂顯現的地方 他們就用這個科學法 就比以前的科學的考察 就更加容易抓到 而且他們 那班科學家 是很認真的科學家 又叫他們上來 蘇博士上來 講講 摩登捉鬼隊是怎樣捉的 因為以往 我也有這個儀器 看過 它是一種 電池牆的探測器 對 我簡單來說 有幾個很重要的 電池的轉變 這個是很突然的轉變 這個是很奇異的 科學解釋不到的 是有這種現象出來的 他們現在已經檢查到這個 第二 是那個叫濕度 濕度突然 突然 乾了或濕了 多數有鬼出現的時候是濕了 第二 因為這個濕度 令到氣溫變冷 這幾種科學突變的現象 還有它會檢查有沒有氣味 有一個氣味的出現 有時候有些叫燃燒的氣味 是洞 是洞 你也知道 在一個空間裏面 例如一間房間裏面 突然之間 某些法事洞 檢查到這些東西 就已經知道 是應該有一種轉變 你極有可能找到一些 所謂靈體的意識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來跟它溝通 它很科學性的 現在這個 變成不是 光是一種 光也是 多數鬼 不會光那麼容易出來 但你會看到有影 突然那個地方 會多了一些 你會發覺 會有些影走過 這種黑影 比光更重要 因為它那些影是實質的黑影 現在我們講喪屍 為什麼那麼多喪屍會怕光呢 就是有那種黑影 有些是影子 它那些意識躲在那裡 噢 那些影本身就是再看 對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 那個空間 突然間有一個影過的 那個影就是那個影 那些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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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方法 可以 不要說消滅 避免 或者 制止到這些靈體 在你附近出現 有些人住在家裡很害怕 那些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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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難度高 那些靈體 大家所講 是一個科學的一套 因為他們要用一個很具體 以及很實在 對 真的要有數據 就是那些靈體 這個靈體 就是那些靈體 就是那些靈體 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就是你要驅鬼、捉鬼 在那個階段的時候就不是科學現在的能力做得到 但是鬼是一個形體還是一個實體? 它是虛體也有這個樣子出來 所以你說這個最關鍵的就是 它最重要是一個mai 它可以測出它的意識 它最重要是它可以和你溝通到的 譬如你問它,它會證實到它這個意識 存在在你現在這個監察的空間裡面 它不是你的腦袋的證明 因為有很多人看到鬼 原來你會知道是他的心理性的問題 但是有時候他的心理力量都會很強 他會捉到一些物件都可以的 這就是另一種範疇 就是跟那個叫做特異功能的範疇一樣 就未必一定是鬼怪 或者是魔、鬼 所以它這個分類在科學裡面已經很具體 大部份如果說的是鬼 我們現在在urban 經常看到那些鬼 多數都是urban的citizen 不過已經走了 走了,留下了意識 所以他不捨得離開 他的意識的記憶就是離開 就經常說,這個公園我經常去 所以他有一種執藥的意念 也令他有一種意識殘留在那個公園那裡 那是不是還有一些像佛教說的 那些鬼有些心事未了 例如愛,有些恨 愛的就是我喜歡這個人 一直在他身邊 不捨得離開 其實死了,燒了 但這個意識仍然在這個人身邊 他要聞著那些味 有些人恨他我想復仇 但他沒有那種能力 他就跟著他 恨那些就是跟著你 他其實沒有能力跟你捏死你 現在就是那些陷藥 是後面加入他的氣極性 所以有時候有些兇殺案的現場 現在有很多時候 就算有些查案的人 他不是公共有這種查案 但他都會相信 在那裡找到一些 可能遇害者的殘留意識 是找到出來的 那他這種就會變成 現在的一種科學探案 都可以接觸到 有套戲就說了 是啊 西方的 他用科學方法 但你講過最關鍵 就是因為在一個道家裡 很多道士 譬如他去捉鬼 他最關鍵 尤其是東方 就用因果學方法去看這些事情 他最重要的是 無論你是一種恩愛而留在那裡 或者是恩恨而留在那裡 所有的這種叫做恩果 是一種冤 冤氣 無論你是好的或壞 但你都叫冤鬼 冤鬼 最重要的是 他有一種叫化冤 道家最重要的是 化了他最好 即是要開道 開道那個靈魂 開道那個鬼 你愛他 但你很陰 你經常留在那裡 可能你對他不好 你要開解他 令他化 令他上路 這個叫化冤 不然是最重要的 是道家最重要的 或者有種叫超道 超道 超道他 譬如說道家 或是魂根宗教 很多時候 就用了很多儀式 譬如說 這個道家有些舞蹈 有的 打個余報 之類 或者有音樂 那個是功德來的 打一個功德 這個就使得那個冤 那個冤氣 慢慢化解 無論是好的 請你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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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路 有一個新的開始 等你有新的開始 其實呢 冤家 永遠 以解不易結 永遠都會在那裡 對他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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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已經離開了 但在這個物質世界 你已經變成一個過去的人 可能你的親人都很懷念你的 或者你有些人很想報仇 但這些呢 他也說去到另一個境界 當你過去的時候 你最好你要放下你這種心事 是啊 如果不是神真鬼厭 就真的是神真鬼厭 變成遊魂野鬼 是遊魂野鬼 變成 又嚇人 又害人 又害人 又做不成事 所以他這種呢 就叫做 在那裡 有很多時候 你會撞到就是這一種鬼 這一種不算很兇的 只不過他有很多心事未了 不放得下 就是這樣 但是呢 剛才都說 山林野鬼 那些那些 就真的很兇 那些他還沒做過人 是啊 就是非人 非人的鬼 好啦 今天呢 很感謝警徒 不要這樣說 很感謝師傅 拜拜 你們有很多人聽著 嗯 我們有很多人聽著 我們要負責任的 謝謝 拜拜 拜拜